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亲友好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启正问候大招 好的 台股今天 在台积电的激励之小 又继续创历史高 但是中场加选其实只有涨了55点 依然是非常厉害了 收在21607 成交量的部分呢 也放大来到了5098亿哦 家人指数涨0.25个百分点 但是贵买指数的部分 却是下跌了0.75个百分点 好 个股当然最重要 赶快来邀请专家帮我们来做解析 好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一鸣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一鸣 严老师 那今天的一个盘式的话 大家这个听广播 一定要稍微的认真听一下 因为这个大盘的话 即将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 因为今天那个盘式的一个重点 大概分做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台积电 在今天的一个盘中 那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上涨了11块钱 这个是反映到美国ADR的一个大涨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台积电的 这些投资人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短线上面可以先行做出一个 获利的一个调节 因为当然这个台积电未来还是会涨 这个趋势上面是没有改变 但短线上面有价差的话 就要先行的来做出 一个停利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这个就是操作上面 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 那盘式上面的重点 第二个部分的话 你去注意到今天的成交量 成交量放大到5098亿 这个讯号是代表什么 就代表说 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 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的同时 这个成交量开始做出一个攻击量 那有人在买 有人在卖 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形成 成交量会放大 你去跟昨天成交量来比较的话 昨天成交量就维持在4400亿 那这个5000亿的一个成交量 那在近期以内 我相信只有在4月19号 这天是属于一个下跌的时候 它有发生过 这天成交量是7000多亿 是所谓的成接量 成接量跟所谓的高档 这个放量这个地方是 区别性是很大的 那颜老师在那提醒大家 那周KD周线的部分 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呈现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 这个地方的话你要去注意 那还有所谓的月KD的部分 当然还是呈现 月K的部分是连世宏 连世宏 代表说颜老师之前 跟大家所研判的这个 大盘的行情 来到祖圣段 我相信是非常吻合的 那今天的话 请大家要留意到 那涨多的股票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要稍微的获利录蛋 那把资金开始回收 那未来的话 我们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买低位阶的 买低位阶转强的 买这个底部形态完整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首要的族群 我们会可能会放在 所谓的航运股的一个部分 航运股的话 当然今天万海的话 是举办这个所谓的法说会 法说会 那大概是24号的话 阳明的话 在明天有个股东会 好 我相信如果说你 可能在今天 看到消息 报纸也好 甚至说明天 阳明的一个股东会的话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 他们这两家公司 对于未来航运的一个看法 好 我相信的话 航运的一个看法上面的话 我相信 他绝对可以代表说 目前为止 绝大多数 这个 这些业者的一个心声 那我认为说 之前的航运股 在阳明万海 那包含今天的一个中柜 又连续两针掌停板了 在这三档股票带领之下 我觉得航运股的话 应该 非常有大的一个机会 会去做第二波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是严老师 这个苦心 这个专研 我们的基本面跟产业 这个所谓的循环 那我得到的一个结论 那当然你不能说只看这个 单价的所谓的上涨 就是运费的一个上涨 那你也不能说只有看到 所谓的缺船跟缺贵 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形态上面 那报价上涨是由于说 目前为止的话 可能在所谓的鸿海的一个部分 这个区域冲锅上面 还没有缓解以外 那美东的部分又出现问题了 那再加上好像中国大陆 很多东西要出口的话 必须可能要先到别的地方 去洗产地 在产地的同时的话 这个货柜的一个需求量会更大 所以说这个缺贵的事件 跟缺船的事件又产生了 那造成了所谓的连锁反应 这个航运的一个报价 当然就是会不断不断的一个上涨 那长约变短约 那短约的话又要进行 所谓的调整价格 那可能还有所谓的保证的一个仓位 就是高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部分 目前为止到 那它的所谓的缺货的一个 缺单缺贵的一个状态上面 也是非常明显 那我们当然之前有操作阳明 这个获利两笔单 几乎这个获利可以超过90%以上了 那万海的一个操作 那第一阶段的话 大概也是获利20%以上 现在马上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那中贵的部分 其实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有两笔单 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我大声地告诉我们的会员家族 颜老师一张都没有卖 好 颜老师持续的在2613的中贵 那还是在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 这个李文斯顿 这个操作 这个金字塔操作法是一样的 当你确认一个产业 它即将要翻转 当你确认这个股价已经跌无可跌的时候 未来有很多的一个利多的一个消息 你这个时候就要拿起勇气 好 那去做出一个底部 这个重压进场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源自于说 你对于产业的一个了解 跟你对于这个所谓的 股票外的一个想法 我相信你这个经验上面 一定要非常的足 可能要20年30年 但是你的观念跟逻辑上面 判断上面一定要非常的正确 包含大坦的走势 跟肋骨的轮动 我相信这个都是属于一个 不断的交叉比对 不断的去做出一个验证 那当然这个 这个让我想到有件事情 这个美国 这个最高学府应该是属于一个 全世界顶尖的一个哈佛大学 那有人认为说 这个哈佛大学 这个学费很贵 对不对 很贵嘛 那一般人读不起嘛 可是严老师今天必须要告诉你 如果说我们这个黄总人 我们这个台湾人也好 大陆人也好 马来西亚这些同胞 如果说你去念哈佛大学的话 哈佛大学会给你一个奖励金 它不是奖学金 它是奖励金 就是说你在入学以前的话 会根据你前面三年 你的收入来做出一个平均 如果说你的平均收入是低于这个所谓的美国的 一个水准的话 我相信绝大多数盘的90几乎都是落后 除非说你家庭真的是很富有 那它就会给你所谓的生活上面的一个奖励金 来帮助你 在美国可以完成你的大学的一个学业 一般来讲一年大概两万块钱以上的一个 美金的一个额度 这样子也是不小补了 那这个动作其实跌破很多人的一个眼镜 那严老师今天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我只是想说告诉大家 其实有些事情你想起来 你看起来好像是很困难 对不对 这个学费很贵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有补救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股票市场面操作 其实也有所谓的补救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认真的去观察 某几档股票它是领先族群的 你再从领先族群里面去找到 这些领头群的股票 你认真的去学习 可能一天要花十个小时 甚至说十个小时以上 你认真真正的把它基本面跟筹码面 还有所在现行 反复的去做研究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找到标普 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颜老师的一个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这个加险指数创金高 今天涨停满的加速也不错 来到22加 这22加里面其实就代表说 目前为止这个大盘 个股的一个方向 还有就是说族群的一个方向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比如说今天的华星光 4979的华星光 它是属于跌升以后 开始上涨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就代表说有些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跌升以后的反弹 那这个反弹的话 就是说转线上面为主 那如果广运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是连续的亮灯涨停满 那就代表说这个股票 其实它是目前为止 进入到所谓的主身段的行情 主身段的行情的话 其实你就要事先的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6117的银广 这张股票是连续三天三根涨停满 代表说它在短线上面非常强 其实每一种股票 其实它都有自己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解读的一个方法 那我当然我今天要公布的两张股票 我今天会在节目里面 也会跟大家直接的 把它的一个内容跟大家讲 那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会员手中 真的非常高兴 那有两张股票都是两根涨停满 那这两张股票量升涨停满 其实它突破了一个限制 很多的一些就是同业 他在叫股票的时候 他们的股票 第一个应该都涨太慢了 对不对 不然就是说今天可能有涨 明天就没有涨 那今天涨停 明天要涨停的话 那简直是难于登天 那我们这两张股票 都同时突破是连续量 涨停百分以外 那又突破了一个限制 就是说成交量的部分 我们是挑这种成交量大的股票去做 大的股票 对不对 这个可以容纳各种各级的会员 你买进了一个张数 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你买得到你也卖得出去 因为成交量比较大 那当然这两张股票 我相信你大概在昨天收听广播的 你都听过了 我今天还是要再重复的跟大家讲一下 这两档亮灯涨停板的 第一档是行业内股的最强最强的 2613的中贵 今天的话是属于一个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也宣布过了 那中贵的话 今天尾盘的时候 你会发现涨停板锁了一万两千张 那严老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我们目前为止会员有两笔单 有两笔单 有两笔单很厉害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严老师再跟大家讲 我的两级会员都有 太好了 我们的普通会员 严老师真的很照顾普通会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单股会员 那严老师有没有照顾到 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一个投资人 绝对有 我在5月15号 在奇珍的一个 在广播节目的一个时段里面 这档股票的名称叫阳明第二 阳明的一个接班人 因为很多人阳明没有做到 那老师为了补偿大家 就送了一档股票 5月15号送了一档股票 叫做阳明的接班人 那我说这档股票 其实你操作的方法很简单 你觉得中压 后来会不会一直喷 我们就拭目以待 果然它就喷出去了 对不对 那亏转盈 包含这个业细大爆发 小股本的股票比较容易涨 外资的话持续的大买 那造成了 今天这样股票涨停板 也是锁了一万两千张翻倍 那当然你不买会后悔 这是现在大家所验证到的 那股价从5月14号 这个股价连续亮灯涨停板 休息了以后到5月20号 昨天 昨天我们在盘中 也是跟大家讲 其实你开盘价都买得到 那今天就不见得买得到了 今天开盘看得比较高 31.3 那很快的一个时间点 又亮灯涨停板了 我在5月14号 我有提醒大家 这个股票一张都不要卖 昨天的话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 我有两笔单 祝大家周三 愉快 未来还是会大分出 一张也不要卖 那今天的一个简讯内容 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掌停板的时间是9点12分 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里面 早上只有短短大概十几分钟 让你去买 买到以后立即锁涨停 那我的简讯内容是 再度亮灯涨停板 括号是两笔单 那大波段操作 大波段操作的原因就是说 它的周线跟月线趋势上面 还是没有改变啊 除了祝大家周三愉快以外 周四也愉快 好吧 我一张都还是没有卖了 这是颜老师在我们广播节目 送给大家的阳明的接班人 2613的中柜 颜老师持续看 目前为止两笔单 一张都不卖 今天掌停板锁了一万两千张 恭喜颜老师两级会员 普通会员 资金不会比较小 没有关系 只要正确的买进卖出 也是能够反败为生 单股会员买多一点 不要买太少 两笔单你就是买两笔单 目前为止一笔都不要去卖掉 这张股票的话 我觉得未来还会被翻倍 请大家拭目以待 慢慢的听着老师的节目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 第二张股票的话 昨天也是两笔涨停板 其实我昨天就讲过了 今天可能还是要重复了 这张股票很特别 特别的地方在什么 他昨天锁了涨停板 是九万九千张 今天的话多少 今天锁了九万五千张 我觉得这个股票有点过分 这奇怪 昨天很多人已经打电话 现在抗议说 老师 这个好险你通知的比较早 所以说我有买到 因为昨天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话 它是接近十点钟才涨停板 早上那一个小时都买得到 但是涨停板以后的话 就是锁了九万九千张 接近十万张 今天的话也真的是 大家很捧场 奇怪今天 这个早上一开盘 也是开的真的是 开的很高 开的二十七点三五 这涨停板价才28.15 很快 真的是很快 速度非常快 只有四分钟的时间 一二三四 岩老师念完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 他就锁涨停了 那这个股票的话 有没有机会成为 岩老师代表处 我跟大家报告有 因为今天出现一个 非常离谱的一个 跳空缺口 我们说这个股票上涨 你涨了就算了 好不好 那你又用 跳空缺口的一个模式 往上攻击 而且你今天量还是缩的 我觉得说这个股票 真的是很恐怖 那我研究了一下 其实这个股票 在之前的一个走势里面 就非常的飘患 它可以几乎连续拉十天 连续拉十天的股票 我是觉得这个动能性非常强 一直到之前 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应该是在二月十九号 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但是二月十九号过后 这个股价就呈现 所在W底的一个震荡整理 那整理时间也非常长 三个月 那经过三个月的一个洗礼之后 这个筹码非常非常的干净 那到了最近 就是一天一根涨停满 两天两根涨停满 三根涨停满 今天直接跳空 跳空的话就代表说股价 第一个跳空缺口 代表说它突破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突破 跟一般你所认为的突破 是不一样的 一般突破是在底部 还是说它真的涨的时候 行径当中 它会看到一个所谓的跳空 突破缺口 这个股价很过分 它在所谓的创新高的时候 是用所谓的跳空的 力道上面真的是很大 那一般人都会看所谓的周线 周线的话目前为止突破 还没有进行所谓的黄金交叉 MACD柱状底今天是第一根 这本周的话 它只是起长点 很恐怖 那月KD的部分的话 它就属于一个两红加一黑 两红加一黑的 我们大家知道 它就属于一个多方的一个走势 那今天这张股票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卖 我们没有卖 我们一样是做到个吃股去 我先把昨天的简讯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好了 昨天的话是在早上9点54分 亮灯涨停满 老师就非常感恩了 那想不到今天这个速度更快 在早上9点04分 这个包含我们的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跟单股会员 就收到严老师的简讯了 简讯内容是恭喜狂贺 这个所谓的2365的昆吟 连续当真掌停满 股价再送破端新高 请记得老师的叮铃 当都不卖 老师没有要卖 请大家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纪律来操作 那有没有比这个昆吟更强的股票 有 我今天准备好了一档 比昆吟还要更强 更飙的股票 我称它为五月狂喷的大黑 我希望你拿到你买到 你有机会能够赚大钱 今天的话也会开放给大家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直接带回家了 那这张股票我跟大家讲 你要反败为胜 你一定要中压 目前为止 营收是属于爆喷的 我已经查过了 未来会不会涨完五成 再翻倍 然后再涨两倍 你没有听错 涨两倍 那这张股票大股跟中石户 目前为止的话 都在看这张股票 所以我今天的话最大诚意 最大诚意 我要把这边重要资料 直接送给大家 你要共襄盛举的投资人 那老师今天这份资料 麻烦大家 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直接直接把它带回家 那老师今天 也会释出我最大的诚意 那通通都可以 就是为了这张股票 五月狂喷的大黑马 今天只要电话拨进来 直接带回家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急证 好的谢谢老师 而且那真的是超级恭喜的 好老师的这个强势好股 这个一直涨停板 再创历史高 好不管是中贵 或者是昆吟的部分 都是开心开心 而且呢有的是 这个两组的家族朋友都有 甚至有两笔单的 跟着老师的这讯息 来操作就对了 其他的听友 如果自行操作 有需要协助 不用客气 赶快利用稍后的活动资讯 今天很难得 通通都可以 而且有新的股票 邀请大家来参考 做验证咯 使用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论院投顾 收集分析 Yemi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听众好朋友 今天呢 严老师的说明 非常的重要哦 好希望大家呢 有听仔细哦 甚至呢 有做做笔记哦 包括大盘老师 目前的看法 还有有一些 涨多的股票 准备获利入带哦 听众朋友 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跟老师这边联抢 同时老师的操作部分呢 准备哦 要买进低位阶的 这个航运类股族群 欢迎听众朋友 错过了之前的 这一些标股 赶快利用 现在的活动资讯哦 0223219933 0223219933 严老师今天提供两个活动 第一个呢 就是今天只收一个月的 简讯费168 通通都可以哦 那么另外呢 还有开放一档新的标股哦 未来会大喷的标股 重要的资料 来电就能够拿到咯 0223219933 0223219933 庆祝老师家族朋友 手中的标股 坤盈 中柜连续的亮灯涨停 会员大赚 尼德坑也在创新高哦 今天通通都可以 只收一个月简讯费 务必来电咯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